嘿,大家好 手机拍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视频创作者认可 自从我入手了这台iPhone 13 Pro Max 不仅拍摄了大量的日常生活视频 而且在自媒体的短视频的拍摄中 也会拍摄一些辅助机位和BRAW之类的镜头 就我很喜欢使用手持拍摄 从兜里面掏出来就可以拍 但是想要让手机拍摄的画面更进一步的话 就需要一台稳定器 比如我在一个人拍摄的时候 想要拍摄有镜头运动的画面 那就使用手机的面部追踪的功能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把手机交给不太会拍摄的小白 虽然iPhone 13 Pro Max 它本身的防抖做得很不错 但是还是会拍出这样的画面 这个时候手机的稳定器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抖动的问题 再比如一些延时摄影 盗梦空间的这种特殊运镜 都需要借助手机稳定器 iPhone 13 Pro Max加上手机壳的重量 达到了将近260克 目前市面上适合这款手机的稳定器并不多 前段时间我拿到了一款 iPhone 13 Pro Max可以用的手机稳定器 浩瀚的iStudy M5 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这款稳定器 iStudy M5随机附赠有一个包装盒 里面有稳定器的主体 小三角支撑架充电线和包装盒的设计 很有意思 它底部采用的是这种凹凸槽的处理 就让这款稳定器在携带的时候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笨重 拿到这款稳定器的第一感觉 就是怎么这么大 这跟之前浩瀚出的那款非常经典的 iStudy X手机稳定器 完全是两种感觉 iStudy X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手机稳定器 非常的轻巧便携 不过我的iPhone 13 Pro Max 在这款稳定器上 它就只能勉强带得动 就不能做太多复杂的运镜 而这款iStudy M5 则可以很轻松的驾驭iPhone 13 Pro Max iStudy M5采用的是工程塑料的设计 重量在500克左右 稳定器的正面有四项摇杆 模式切换键 开关机录制键 以及变焦键 四项摇杆的两侧分别有蓝牙连接指示灯 和模式灯用来显示当前稳定器的状态 侧面有四个电量指示灯 可以显示电池的电量 另一侧有一个四分之一的扩展口 以及USB电源输出口 可以给手机供电 和Type-C的接口可以用来给稳定器充电 背后是扳接按钮 底部有四分之一的接口 可以接三脚架 安装手机也很简单 以iPhone 13 Pro Max为例 你拉开手机夹 夹上手机 手机底部推到最右侧 贴紧电接 然后再调整横滚轴上的旋钮 使左右的利比大致平衡 iPhone 13 Max 它无法完全调平 左边会重一点 不过开机并不影响使用 可以看到运镜移动非常的流畅 i4D M5最大的承重 是在280克 适合6.7寸以上的这种大屏手机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这款稳定器的这种稳定功能怎么样 整体用下来 这款稳定器搭配13 Pro Max 确实非常轻松 基本上没有遇到电机力度不够 勉强承载的情况 特别是你按着后面的扳机键 进行运动模式的时候 整个稳定器的反应 非常的迅速有力 i4D M5支持快速从横拍切换到竖拍的模式 有两种的操作方式 你可以这样操作 也可以用手直接把相机摆到竖拍的位置 在竖拍的时候 大家记得要握柄和地面有一定的角度 如果握柄垂直于地面的话 竖拍就会切换到横拍 如果平时你只是只拍竖拍的话 可以手动把手机夹旋转到竖拍的方向进行竖拍 i4D M5也可以进行低角度的宠物拍摄视角的模式 低角度拍摄可以直接握着稳定器 降低高度进行拍摄 也可以倒置云台进行拍摄 i4D M5通过切换模式按键 它支持PF、PTF、L和POV 四种常用的稳定器的拍摄模式 也支持600度的盗梦空间的模式 你不需要使用APP 按三下模式按键就可以开始盗梦空间的拍摄模式 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苹果原生的相机来录制视频 如果手机和稳定器的蓝牙相连接的话 就可以使用录制按键来操作原生相机上来录制视频 不过这个变焦感它并不支持 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浩瀚的APP来进行使用更多的拍摄功能 浩瀚的APP体验也不错 比如人脸识别跟随 智能跟随 移动延时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功能 这款i4代的M5用下来在承重以及功能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希望浩瀚可以在下一代的版本中改建 一个是M5它对于iPhone 13 Pro Max的广角支持不够友好 就你除了在横拍切换到竖拍的这个模式的超广角下可以使用 其他的这种手机夹横拍模式和这个竖拍模式下打开这个超广角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镜头里面有这个横滚轴 Zone 13 Pro Max的它的这个超广角的不使用这个稳定器 手持拍摄已经很稳了 但是我觉得它对这个广角支持不够还是有点遗憾 还有一个就是手机的安装模式决定了这个稳定器搭配手机这套 就是无法外接常规的这种无线麦克风 前段时间我日手的DJI Mac就不能用实在是太遗憾了 另外这款稳定器的体积确实不小 变形性也不够 三轴也没有锁定功能 i4代对M5的它的价格是499元 就对于大屏手机的用户来说 如果你能接受这些问题的话 这款稳定器在价格以及实用性上确实不错 OK 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